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南海內鬥更激烈 習軍改醫護腦或嫖 鶴美軍出硬傷 指揮系統效率低 大家好 歡迎收看國際新聞眼 我是美玲 對著中共內鬥的家劇 習近平近期的言論被認為是要對紅二代動手 借口就是反腐 多有人指出 終結中共就靠習近平 1月10日 由習近平主持召開的中共中紀委全會閉幕 除了近期才新的兩篇文章引發海內外關注 以及2024年開年就傳出中共紅二代聯儲要求 習近平下台的消息 儘管外界無法核實信息的真假 但仍能看出中共黨內紅二代對習近平的不滿程度 從習近平最近的舉動來看 似乎是要對紅二代動手了 1月8日 習近平在中紀委全會提出 要整治金融 國企 能源 基建工程和醫藥等領域的腐敗問題 還強調要堅決防止各種利益集團 權勢團體向政治領域滲透 眾所周知 中國的金融界這塊大蛋糕歷來都是由中共紅二代太子黨們把持 而國企和能源系統 這兩個負得留有的領域都是腐敗重災區 中國問題專家黃克指出 習近平將反腐作為消滅反襲勢力的工具 而他的政治對手 目前隱藏在經濟和政治權力交接的部分 體制女深層的權力既得利益集團 就是央企和地方國企 習近平利用反腐進行大規模清洗 慢慢緩上他信任的人 也就是說 習近平開始對紅二代們動手了 習近平在這次中紀委傳媒上還說 要將嚴請政商勾連 列為反腐工作的重中之重 對此 台灣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理事長高維邦指出 中共將政治安全放在經濟發展之上 而這種選擇性反腐會讓民企優距 官員躺平 倒是進一步搞壞中國經濟 他說 共產黨已經到終點了 我看再搞下去工資也發不出來了 很多人工作也找不到 美國又抵制 所以習近平會成為末代總書記 終結中共就是靠習近平 又分析指 習近平為了維護個人權威 要加大對體制內官員的整肅 中共官場將更加血液勝風 2024年才開始 中共當局就在第一週以反腐為由查處8名高官 中共在官方通報中指出 西藏政協原副主席姜傑 中國太平保險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原副總經理蕭星 和廣東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陳繼慶 對中共不忠誠不老實 中共官媒新華社都在1月7日發問 永遠在路上 宣稱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 將人令全面重嚴治黨 向重心推進 還說近期中共密集發布的打撫信息 展示了要全面重嚴治黨 進行到底的意志 但也不忘強調說 反腐敗鬥爭面臨不少頑固性多發性問題 1月8日 中共軍網都發文聲稱 要打贏所謂的反腐敗鬥爭 攻堅戰持久戰 民陣加拿大主席 賴建平對此分析說 習近平對中共黨內加大整肅力度是必然趨勢 因為他實行過人獨裁 這幾年的倒行逆施導致中國的政治、 經濟和社會都陷入了全面危機 民間都怨聲再度 中共內部對他都有很大意見 這樣就導致習近平的個人獨裁地位受到威脅 為了克服眼下的危機 他就只能對內部官員展開選擇性的所謂反腐、整肅 賴建平說 習近平通過對體制內官員的整肅 來鞏固他個人的權力 但這些被整的官員和家屬會感到極大不滿 形成巨大的反彈壓力 這樣就使整個局勢陷入死循環和惡性循環 賴建平預測說 中共官場在今後將更血與聲風 習近平的整肅力度都將進一步加大 到時會有更多官員落臺 習近平自從去年7月更換火箭軍司令和政委以來 外界發現中共一直對軍隊進行清洗 最近半年來中共軍方至少有15名高層將領和官員落馬 又分析說這樣不單是因為習近平強調的反腐敗 而是為了清除軍隊中的抵抗力量 1月11日日經新聞資深編輯 鍾澤克爾讚文指出 近日美媒曝光的中共軍隊導彈裝水 無法有效打開發射導彈的發射井等消息說明 習近平在過去7、8年間推動的軍事改革效果並不明顯 中共現在想軍事入侵台灣顯現極其困難 鍾澤克爾表示中共的一大目標是統一台灣 到2027年時習近平已經執政15年 到時如果統一台灣的目標更加饒不可及 不單會成為他繼續連任的障礙 都會讓他的權威嚴重受挫 他在文中表示 這樣是習近平不惜一切代價都要避免的 鍾澤克爾還引述一名中國學者的說法稱 目前中共進行軍事清洗風暴 都可以理解為想要消滅軍隊指揮系統中的內部抵抗力量 這樣不由得讓人想到 此前知情人披露的 中共軍隊有不少軍官不贊成武力攻台 前中共海軍司令部宗教軍官耀誠 曾在台大2022青年國家安全論壇上披露說 中共軍方內部對攻台持的是反面態度 因為他們認為這樣根本沒有勝算 而且共軍會付出巨大代價 甚至導致共產黨倒台 姚誠多曾表示 如果打台灣 習近平最擔心的是中共軍隊 因為他抓了這麼多貪腐將領 軍隊和他不是一條心 軍隊手裡有了槍彈後 說反就反 而2023年5月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道 海外民主人士黃丹在Facebook發文說 中共解放軍國防大學前政委劉亞洲 是中共軍隊高級將領中 最反對武力攻台的一個人 他表示 第一 習近平整肅劉亞洲 可能是與劉亞洲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有關 如果是這樣 這就是習近平為武力攻台做準備的證據 第二 中共軍隊高層內部顯然是存在反對武力攻台的聲音 因為劉亞洲就是其中一個 但很可能不止劉亞洲一個人 但人算不如天算 視頻人李武漾說自己收到網友爆料 中共有95%的導彈井都是空的 裡面沒有導彈 他指出 如果中共的導彈井內沒有導彈 開戰不就只能捱打了嗎? 習近平總想通過強大的導彈部隊 那下台灣 甚至要統治世界 這個夢不是白做了嗎? 網友爆料指出 現在中共軍隊內部的真實情況是 上下都互不信任 非常糟 全都換散了 習近平 都是什麼都顧及不了了 繼胡舒納創辦的財新傳媒 接連發表衝擊中共當局氣管的兩篇文章後 第一 第一財經多連續發文耿中共當局 從中可以提出 中共的內鬥越來越激烈了 2023年12月25日 第一財經發文 上山容易下山懶 從需求側看經濟 引用北施大收入分配研究院在2021年的數據 披露出在中國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人口 竟然高達9.64億 文章隨後被刪除 1月4日 第一財經多刊出一篇題為 最好的承諾是放手和放拳 1月9日 第一財經又發文 《法治經濟才是最好的市場經濟》 在這篇文章中提到 中共當局正在加快步伐制定法律 促進民營經濟發展 並展出立法的方向 讓國企和民企公平競爭 保護民企的產權和人格命譽 免受非法傷害 對此 有網友表示 先放了孫大午再談保護民企 加速開倒車時都不出聲 半個車廂圓空時 才開始扭扭凌凌 低聲下氣提醒司機 是不是有點太遲了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前中國民營企業家孟軍 針對第一財經的社評指出 中共當局出台的法規 反而是對民營企業 由吐了一個枷鎖 現在中共談法治是天荒夜談 就是在這裡拉攏民營企業家 就是要治理整治民營企業 而不是給出一個更寬鬆更好的條件 讓民營企業家好好發展 民營加拿大主席乃建平認為 這顯然是在這裡批評習 因為習近平在近年來一直在不斷抓權 不斷搞獨裁 一直在帶領這個國家 在極左的道路上活路狂奔 這樣就導致中國的社會問題重生 經濟上現在是貧林崩崩的邊緣 眼睛就要爆發系統性的金融危機 經濟危機 所以現在引起了一個天怒人怨 在財新和第一財經接連發出引發關注的社論後 賴建平表示 這樣說明 中共體制內現在都是波鬼魂訣 暗流湧動 似乎一場內鬥的這場大戰就要揭開幕了 又有一種山與肉來風滿流的感覺 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財經隸屬國有獨資的上海文化廣播影視集團有行公司 具有鋼牌色彩 第一財經的幾篇貌似針邊示弊的文章 都是鋼牌故意吸習近平難堪 聯想到財新、網易和第一財經的接連衝塔 顯示出中共內部的鬥爭更加激烈 有網友指出 2024衝塔常態化 總有光會試破謊言 習近平學習美軍對中共軍隊進行軍改 卻出現一個硬傷 即中共對軍隊的領導體制導致指揮系統效率低下 習近平雖然在這幾年的軍改中取消了C團級的建制 並組建了多兵種協同作戰的合成類 表面看是採用了美軍的形式 但黨對軍隊有絕對的控制權 所以就不可能負於基層軍官更大的指揮權 這樣就導致中共軍隊指揮系統的效率低下 近日有曾在中共軍隊服役的人士 安特里向《大紀元》披露說 他們以前曾在演習中扮演過美軍 美軍的指揮系統更多的是為前線軍隊服務 也就是說前方部隊需要什麼 後方就支援什麼 安特里表示 美國在阿富汗一個山地的牌 阿富汗派出一個團都沒有把它打下來 因為它打的是美國的戰爭機器 美軍前線一呼叫 後方的支援就炮火覆蓋 阿富汗一個團都沒有了 安特里直言 所以中共決定要跟美國打 等下勢啦 前中共海軍司令部宗教軍官姚誠指出 現在中共軍隊從本質上來說 還是蘇聯軍隊的那一套 認識上雖然仿照了美軍 將士同團取消了 上面是軍 下面是合成呂 呂下面就是營 問題在於 它的領導體制不是美軍的 還是共產黨領導的黨政分開那一套 即軍隊司令捉軍事 政委捉政治 也即是政委管人 司令管槍 姚誠表示 習近平不懂部隊 要趕時摸學習美軍 實際上中共軍隊骨子裡 就是蘇聯共產黨軍隊 不可能像西方國家那樣 學不來的 因為體制不同呀 好了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關注 我們明天見